赵庆地处广东省西北部 北靠大摇山、南滨南海、东莲佛山、云浮、西街广西 是连接诸三角经济区与越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 这片热土上孕育着无数文化瑰宝 公元前214年 在京恩施自治县一带就建立了南越国唐宋时期 赵庆已经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跟随着我的脚步 我们此刻来到了市区中心端州区 端州区是赵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区政府驻地顶湖山矗立于此 端州之名源于端拱州的简称 一维拱卫江场 保持端方 漫步街头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历史建筑展现在眼前 那座造型奇特的四角楼 就是赵庆标志性建筑古楼了 古楼建于明代 用于豹石耕古 其独特的中西和壁建筑风格 成为赵庆的建政 端州区的市民生活门方楼间 处处透露着历史韵味 来 我们走进这家老字号饺子馆 感受本地的饮食文化 他们的招派菜是长寿猪手鸡丁角 采用当地特产的长寿黑猪 肉馅鲜美 饺子皮薄如意 一口咬下 汤汁香气扑鼻 让人赞不绝口 在茶楼里 我们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赵庆早茶 滋味无与伦比 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织汇聚 端州区正在以崭新的姿态 焕发活力 新的商业中心 五星级酒店 高层公寓运运而生 构筑起这座新城区的现代面貌 而传统的手工业也得到很好传承 如制作精美的照庆瓷器 苗金漆漆等 新旧交替 这座城市焕发出无限生机 放眼整个照庆 最不能错过的景点非丹霞地貌莫属 我们现在就前往丹霞山地貌景区 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只见一座座红色山峰奇岩怪石 层层叠叠连绵起伏 犹如一幅灿烂的画卷在我们眼前铺开 这里被誉为世界丹霞第一奇观 与张家界 黄山齐名 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丹霞的奇特地貌形成于1.5亿年前 最典型代表就是60米高的蝙蝠岩 巨大的岩石如一只展翅高飞的蝙蝠 形态逼真奇特 这里的百崖朝阳更是一大景观奇观 每当太阳升起 数百处峭壁都映衬着朝霞 变幻无穷 美不胜收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龙虎山风景区 在此可以看到龙 虎两个巨型天然史林景观 龙致力于高崖之上 雄伟壮观 虎蹲距于山坡之下 雄魂威武 两大骑士遥遥相对 梦幻画面令人叹为观止 龙虎山还聚集了华石岩 熔洞 瀑布等多种地质地貌 是大自然的杰作 在赵青 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 还保留着许多传统村落 我们接下来将前往宋村游览 这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古村 有六百多年历史 衣衫就是而建 古朴宁静 村内遍布明清时期的建筑 青史版路 高墙码头墙是宋村的特色 村民们至今还使用客家语交流 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 让人仿佛穿越回古老时代 最后 我们将前往高耀 高耀素有南越红都之城 拥有众多革命历史遗址 中山纪念堂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其洁白的中山主义精神堡垒之称 在这里可以重温先辈们 创业革命的征容岁月 高耀八景更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红色记忆交相辉映 这样一个兼具现代与传统 人文与自然的多彩城市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赵庆 它如一顶错综复杂的皇冠 绚丽多姿 令人流连忘返 期待与您在这个魅力之兜 有更多奇妙体验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到赵庆 愿您旅途愉快